人生实在有太多东西要选择 我们每天平均要做70个琐碎的决定 每个决定平均用我们八指到60分钟 就好像每天起床要决定着什么衣服上班 吃什么早餐,吃什么午餐 下班之后去做gym 以为的朋友happy hour 太多太多,太多东西要选择 所以投资理财,我选择富昌金融 他们的一站式投资服务加上专业分析 令我踏出的每一步都更接近我的目标 选择富昌,踏你所望 大家好,欢迎收看五次直击 今天整个大致气氛一片利好 恒生指数现在升361点 报二问1897点 大家刚才今早早都比较多的问题 气氛好的时候 大家继续可以留言在YouTube、Facebook 还有带来二线31083399 第二节就会听电话和答问题 今早早说到北向资金已经是连续七天的正买入 在开放红利、国家持续释放利好讯号之下 外资亦一直在争持中港市场 今天北向资金方面也有持续流入 接资到10.20分左右 累计都是流入超过30亿 现在的指数都做好了 板块上都是多个板块都做好了 都是配合着国家比较多的 各方面的提振政策 现在成交榜上升得比较多 阿里巴巴上升8% 药明生物升6% 其他的还有 金峰里叶升7% 这几只都是上了榜的 刚才就今天说 巴巴如果你去看它的破位 4月底的位置 102.1就已经突破了 甚至那天的高位103.8也都已经突破了 因为都是由美股那边先行突破的 如果你甚至去拉长 因为美股它会比较有长一点的 TRAP RECORD 因为现在计算 那个价位其实差不多 因为昨天收104 港股现在这边巴巴是106 对比起上来的话 应该美股那边要再升 美股今晚的ADL要再升多一点 才追上港股今天的升幅 如果由它一路滑下来 300元跌下来 如果拉一条下降轨 其实它现在正在试挑战突破下降轨 基本上昨天是刚刚破了一波 大约是这样 这条下降轨是由300元开始滑下来 其实整体大部分 科网股份都有这样的行程 就是在这里已经是突破下降轨 试突破 因为昨天第一天上去 今晚企稳已经是比较 连续第二天是突破的了 所以这里是可以看回 配合着国家的政策之下 是看回这一方面看回好一点 有些人会喜欢做一些低位去买 然后短线地吃烏鸭 接着又会怕 究竟是否有准备割韭菜 如果参考这两种做法 我会宁愿等比较大的机会 有转势的希望才做 比如一个过往的例子 比如美团 如果你是去回很久 不是不用很久之前 两年前左右 你可能会觉得 50元买 60元放 已经两成了 但其实你说赚到多钱 反而我可以100元买 当时也会有人觉得是告 你100元买 300元放 其实你才是赚到两倍 是一两成和一两倍的分别 所以我会宁愿不一定要在最低位买 反而你就算回想 例如2020年3月的疫情底 其实最低位买 真的赚到多钱 不是一定要在最低位买 反而如果你是不停地去骂 然后吃虎 其实就未必真的去坐到 这么一个大的升浪 所以现在是 美团纯粹一个例子 现在是出现 多一些的 其实都不是刚刚 应该是越来越 一步一步的出现一个 转世的讯号 然后你慢慢慢慢去加仓下去 如果真是 始终现在升 就不去拿回忧虑的因素 因为永远都是 你要拿利好和利淡的因素 永远都会有 既然是向好的时候 也都不需要立即去估计 明天会不会割韭菜 反而是最短线的做法 起码有掉头 你才去想 是不是要开始食糊 这样的做法 板块上多个板块都做好了 今天比亚迪方面都有相关消息 现在升了2% 又不算太过澎湃 因为之前都升了一大阵 消息面上就是比亚迪 据说 比亚迪的执行副总裁 比亚迪将会为Tesla提供电池产品 还说比亚迪就尊重Tesla 并且与马克·马斯尔 Elon Musk 都是好朋友 所以令到股价受到一个 大今日提震 但是上一上之后 暂时都是站在300元附近 就是300元的关口上落 暂时Tesla方面 就未有去作出相关的说法 现在比亚迪就有这个宣布 这个位置 已经急升了 所以今天没有特别好大提震 反而很快就逼近历史高位 就是324.6 所以这些位置就应该没什么特别 会现在部署 另一只是新能源车的板块 都上了榜 刚才说了 今天上了榜的移动的几只 稍后都会看药明生物的时间 1772禁锋利业 现在升7% 这只也是其中一只 大家会 很多时候会持续的股份 突破第一个阻力才好想 其实它有 首先95.8 应该第一个是 然后再做多一个区间出来 103.6 103.6 其实前天已经突破了 所以这几天都是有一些 一直留意的机会 现在来说 不论是之前进入 或者你现在才进入 指示位在94.5 然后上网116 现在111都很快到了 除了整个行业有受到消息提震 整个气氛好 加上最重要就是解封 还有它自身的相关消息 因为前一陆 它整个板块比较弱 除了是因为 始终受着整个新能源车的生产链 都受着国内的风情影响之外 还有一个再早点有困扰的 就是它们一些国内的理业在海外拼购 那边遇到难度 现在这里似乎有点缓和 因为墨西哥的总统就说 提及了尊重禁锋利业 采矿的许可 说对于这个理矿的前景 就有一个缓和的气氛 这个是星期一 在墨西哥国家公那里的 新闻发布会上讲到 总统就被问到 关于禁锋利业 墨西哥采矿权的问题 他就说如果他们要求开采理矿 这个是合理有罪的话 同时就会有一些生产陷探 和生产项目 就说这些权利会得到尊重 释放一些和风 因为之前很多中南美的国家 他们开始越来越收紧 甚至会想将这些资源国有化 而在墨西哥这里有一个缓和 另一个就是阿根廷那边 金锋利业就说 阿根廷的一个 4万吨的碳酸里项目 就预计2022年下半年 就会投产 在这些一连串的利好之下 就年日又再攀升了 现在的看的部署上 都是一样 94.5是指示指赞位 第一关就是再想看一关 就是116先 这些都是其中一个 比较有点 就是你要去想 有些是会弱势反弹的 但是如果你比较有个 转势机会的 就会是这些 其实很多 这一轮真的很多可以看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下言 讲下你的心水 我们稍后就会去看看 除了这个 新能源车相关的板块 这个都是 重中之 还受到国家的提振 还有一些其他的板块 其实很多行业都受到他们的关顾 今天最新 商务部的副部长黄秀文就说 新一轮的穩外贸政策 突出针对性和时效性 会在四大方面推出13项具体措施 包括推动外贸保温提侦 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 帮助外贸企业 找订单托市场 和稳定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 就说要扩大出口信用保险短期险规模 特别是对中小微外贸企业 进一步提高承保覆盖面 缩短理赔时间 支持银行机构 不盲目借贷 抽贷 断贷 压贷 满足外贸企业合理资金需求 也有说就业就有走弱 疫情对经济负面影响 或者超过2022年 另外有一些相关消息的评论 但是始终整个影响当然还在 但是在这一轮就始终整个大市都是受着这些提振的政策 就是口风转吹和风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解封 解封非常重要 这个都是最实质的东西 所以这一轮都是一个一连转 很多板块都是一个强力的反弹里面 成交都不小的 是真的开始见到不可以说很大量很强力的资金 但是有不算很小 那现在就是今天半天都差不多一千亿的了 所以大家就真的可以做回多少少进取的部署 就是你是慢慢调节 譬如之前摆在一些拍了保守一些防守性一些的 那又转回一些去进取一些的类别 那刚才就说到外贸 这个受到国家的有去留意 但是譬如这个669就不是太过有气息 那如果你说是一些外贸生产的服饰生产的商户 2313新州是有点的气息 但是就来到这个3月开始的区间 应该是114.3这个区间顶 那好边缘就没破到 如果说是要hold这个 应该是hold突破114.3 即是突破收114.3以上 那刚才就还有药名生物 药名生物都是 因为药名生物始终都是一种 和大市关联性比较大的股份 那也都有随着市房的气氛转好 那开始是又缓和回来 第一个突破应该是56.5 56.2号半 那开始突破上来 那再下个位也都是60.4 即是五月头那里 然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关口 重要的阻力应该是68.9号半 那都很快就要挑战了 那现在半日市恒生指数 中五收报21897 升366点 成交1000亿 半日成交1000亿 真是很久都没见过了 那可以见到今天的确是 开始多一点的资金是买货了 那我们去到广告先 转后回来可以看大家的留言 和可以打理二线31083399 转后见 好 回来节目时间 那看一下YouTube上面先 Karen说366点 昨天进入的 那如果星川前顶再看多少 这里应该那个前顶34 那今天都算是已经尝试去站稳了 如果今天站稳收34以上 那再上去看就看到 其实已经破了 那这里的高位34.4号半 今天已经是有破 因为今天最高35.1 再上去就看到 去3月头的高位 就45 我们慢慢看上去 其实就是看着 站稳29.5 不穿29.5就看上去 破这个45 那今天整个板块都挺有气息的 包括是1171 那就是1898 1088 这几只都在做这几天 是又破顶的了 那消息面上 始终全球的资源这方面 都仍是紧张的 尤其是都会受到 烏克兰的局势影响 最新乌克兰总统 扎连斯基表示 乌克兰就会暂停出口 天然气和煤炭 以满足国内的供应 不过就没有说明 什么时候停止出口 另外 乌克兰外交部都发表了声明 拒绝一切 不考虑乌克兰利益的 解除港口封锁的协议 都继续在这个 紧张方面的局面 刚才那种 小一点 但今天都有受刺激 有提振度 然后Winky就说460 这个就比较差一点 460 1.25日有货的上网 我上网多少 现在1.25日 嗯 其实他这一轮 1.167 他起来1.167 其实就好一点 所以你现在 上网就 50天线就1.2 还有这个5月12日高的1.3 你最紧要你下面就看着 大底就好远的0.887 你看着1.15 1.15 你就看回1.307 就以你现在来说 他就是比较 就是始终走势就比较差一点的一只了 然后189 189 189 这样就稍微好一点 10.1 有货 现在10.88 都是看回这个整半年的区间顶先 11.74 如果这里他正式突破到上去 其实你就可以去看 看见底 看见底 就是看大的声势了 那么现在暂时还在这个区间的 都是最重要看着下方 8.9 四五穿先看破上去 那么 都都几多 几多可以看的东西 现在就是 这一只 他就有个2333 长期 14.9 有货 上网多少 这一轮就真的特别 比较的 就特别强劲了 那么其他这几只都有显著的声幅 14.9 有货 嗯 这个就上网了 刚刚其实他已经是在休息的阶段了 那么你上网 上网15.12 那只摄位放在14.6 就是你做到一个最短线 大底就没有 大底很远的了 Emilio说 883 明天随正 那幅图就会不会破坏走样呢 那我看看他派多少色先 因为有些 有些派很少 就没有什么特别大影响 那派得多 当然就有显著的影响 那他应该都会 会有大一点的影响 他派息就 1.18 港元1.18 明天6月9日随正 派息就7月15日 那你这里的股价减1.18 12.24 减1.18 那会扣出来的 就是变成11 是否走样 如果你用最近的一个防守 12.04 他一定是会破了下去的 那因为AsDots 这里是没有计算到派息的 那有些APP 它是会帮你 减下派息 就是把前面那些价 全部都扣了 全部都 就是 把整个价 计算了派息给你 那这里是没有的 那这里没有呢 你可以用下其他 有些会看到APP 但是走势就不会有影响 你就会计算到派息 那如果你看这个 就应该会 所以正常 他就会打回来11 那你就看他 假设明天开11 那会不会开11 买回上去呢 这样去看 那 所以都没事的 你始终扣完 你随成了扣了 它是会派回做钱给你 所以这个也不影响持股的NAV 但是会不会立即打下来 那你就看 要看明天的反应 因为有时候 如果市好 板块又 气氛好 其实他扣完额 还可以 立即又买回 所以你明天再看 9626 9626 好不买啊 Billy 是 Terry问Billy好不买 那这个我认为是可以抢的一个 一个其中一只 挺有动力的科网股份 那 但 现在升15% 就不要住了 未去到超买的 RSI都是69 但单日升15% 我觉得你可以等它走一寸 投回来的机会 就是等它 pull back 跟着回稳 起动 你才买 那的确是有突破的 2803.6 那今天突破了 再向上顶 243.8 所以这个位置 其实就有点尴尬 的 单日 尤其是升这么多 所以 一是回 一是有力破到上去 但有力破到上去 都一定是升得太急 所以 等它下一转 下来再来 再上去 那 那就 好 接着呢 这些都看了 接着是看一下 9999 大家都是 现在看些 大家现在都是看些 科网股的了 9999105元有货 要不要先走 为什么要先走 为什么要先走 呢 我很少会升 然后又走 现在的确是赚不错的回报 都是 其实刚才 105元有货 这浪最低 108 105 105 即是你 拿开很久 是不是 都不是 9999 9988 我拌亂了下面那条问题 9999是说好没有进 那下面那条是9988 9999好没有进 OK啦 最重要是摆好防守 现在158.1 因为这里站过 6月头的支持 158.1做防守 然后上网先看170 再继续上去看看其他问题 7299 这个又是7299的问题 那摩术手 摩术手就说 7299之前好久之前买了 买了1万股 9.525指示 这个又是 首先是 期货的杠杠产品 但是 期金就不会说 很大的波动 很大的转仓成本 其油这方面 会比较大一点 但是你要看回当前的市货 大问题的时候可能是 比如油价 远期高水那些 金比较少这些问题 但是你这个 都是两倍的杠杠ETF 也会有 所有的杠杠ETF 你计算 你就会知道 长远是否不足够两倍 又是看情况 不是一定的 如果你是在 2022年1月买 买到顶 1月买3月放 它直接帮你放大 是多于两倍的 如果是这些 刺来刺去买 那就会不足够两倍 所以就是要看回 它当前的情况 至于是 应该之前问过 是否应该要 要 上次问过 已经说金弹 你让它弹多一点 现在 弹了两下 已经站在这 至于是价格 又是看回期金 那两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 就是1830.2 第二个位置 就是1792 这两转做减的位置 以及如果你是否要买金 跌加息金 跌通胀 金升未来升滑跌 这个也是上次有 有说过的 首先如果你两边都 其实你做 任何这些做正反的操作 买错方向是绝对不是问题的 如果你是用一个 真是一个交易员的心态 买错方向是绝对不是问题 买错方向是要斩的 而且你买的时候 应该要有买错方向的风险 如果你是一路坐着的 最好其实不要买这一类产品 所以如果你说真的要斩的时候 因为我之前都有去选择这方面的部署 你要去斩的时候 应该穿1899 就应该要斩的 所以现在下来 你就看这两个位置 做斩 而且你要去做蛋就做蛋那一边 但我觉得这一期就比较多的东西可以看 但如果你说金要去做不做蛋 单纯这样问 那就是穿刚才那两个位置 就减你的好仓 和做你的蛋仓 这样的 但是这一轮有很多其他可以看 譬如油 油都讲了很久了 讲了几个月了 还有油股期都可以 还有现在甚至 港股都很多东西可以买 消费股 科技股 你只看出来 都很多东西可以看 这些 新能源车相关的股份 油股 比较和大市相关的那些 科目股其实都很多选择 所以 就未必最终在这里 但你单纯说你刚才那个就是这样的看法 加息金抵护 这个也是应该已经在反映的东西 除了是个 nominal rate 升之外 其实是那个view也都升 都会令到金价 它其实比金价 它比金价 动得比金价 所以应该如果看这些信号 当时已经是下跌 但是 如果你也是看位部署的话 那应该的防守应该是1899已经破了 未来升滑跌 整体其实是走弱的 但问题是会不会跌到这些位置 可能没有 不太动 所以 未必太过去直播做相关的部署 未会跌黄金 这个是其中一个 所以 其实有很多样东西的影响 包括就是 其中 会是加息 和一个避险的用途 避险方面 你见到市场的风险 为立是开始好一点 避险需求也应该是小一点 所以 我觉得 不是很特别去直播去看这一样东西 但是 如果你要去看现在金价最短的区间 以及 你做这些努力期货指数的炒作 除了要看很多的基本面因素 因为利好利胆因素 很多样东西 是问题边润 你大一点 所以你看着它的走势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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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重要 就不可以 假设 原来升了上去 跟着 假设 不是应该跌吗 那你都要看回现实的情况 所以 最简单 就是看着区间 就是 1830 至到 1878 你如果这个简单的方法 甚至你 不研究 都还不行的 其实 最简单 可以看到这一道 就是你看它的走势 一个是一个现实 然后 257 257 光大环境 Lowen说 现在好没有进入呢 那 上网多少 嗯 它就没有什么气息 但是都真的 不知道 你会不会有 是不是有什么 特别的看法 或者什么原因要进入 其实市场现在很多 可以进入 如果你要去看 那什么时候才是起动 横行 是否可以憧憬 你可以憧憬 但是它怎么才是真的有起动呢 就是要有资金买才是现实 其他东西都是 都是幻想 那么 4.77 它收到4.77 以上才考虑 那你就用4.54 做止蚀位 这种其实都是一种 其中一个 如果很简单的方法 你选择一些长线向上的股份 这种应该是不会看的 是的 这样 时间就差不多了 半日市 恒生指数都做好了 那我们有 待会收市时间 3点45分有回来 再更新市况 到时再见 拜拜